哈喽大家好 我是NiO 自从上次做了三杯杏鲍菇之后 今天有小伙伴雪书球杏鲍菇的做法 满足你 我要买点这个杏鲍菇 这个多少钱一斤 买六块 给我五块是吧 哈哈哈 买六块给我五块 这个怎么挑好坏啊 行啊 怎么 就是如果说不好吃的 它会是什么样的 这边没有千两天有 千两天有 老板爆出惊天秘密 千两天都不好吃 要点辣椒 这个多少钱一斤 三块 三块 这个是甜的是吧 全 要一个 这个也要一个 哈哈哈 好 两个一块钱 两个两块钱 两个两块钱 好嘞 今天这道菜就是蚝油杏鲍菇 杏鲍菇这个食材啊 比较神奇 它不仅有杏仁的香味 还有鲍鱼的口感 好 来处理一下食材 杏鲍菇改刀成条 然后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小粒备用 尽可能规整一些 这样成菜会更漂亮 葱也切成粒 大蒜 对半切开 青红辣椒切小块 配个颜色 用不了太多 准备一个空碗 调入一勺淀粉 小半勺白胡椒粉 大半勺糖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八勺水 搅匀 别总说为什么不放盐 蚝油和生抽已经够咸了 不信你来尝尝 油温五成热 下入青茂菇 保持中火 把一面煎出焦黄色 就可以翻面了 老有人说我墙上的锅是假的 其实只是不太好用罢了 但是煎这种小块的食材 还是很好用的 等菇子煎到金黄 有香味一出的时候 往旁边巴拉巴拉 然后下入葱酸粒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青红椒 紧接着淋入酱汁 转大火快速翻匀 青红椒30秒就能断生 大火收农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青茂菇之前就已经煎熟了 咱们把酱汁给收到 紧紧的抱住菇子 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种味型的小炒 我是常吃 我来尝尝看 听你的声音 这青茂菇煎过之后 外壳稍微有一点点韧 但是又没有失去的这种脆嫩的口感 那声音已经听到了 再来一个 而且这个酱香味非常浓 也因为有这个水淀粉 所以说外面还是非常滑的 很顺滑 大家在炒菇子之前 尽可能还是要给它煎一下 这样可以把它的香味和鲜味给激发出来 这个炒的过程中特别的香 哇 这一勺下去 就是各种脆嫩的食材在嘴巴里爆开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黏黏滑滑的感觉 就把这个淀粉的量给剪一半 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非常快手的小炒 简单好吃而且不翻车 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试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点 希望我菜记得点点关注 头皮三连 我是Nemo 拜拜